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 那日常天台股 因为这个DELTA病毒 入侵到台湾的社区 所以造成鸡尸的感染 幼儿园的感染跟群聚 所以让市场整个焦虑感爆棚 那准指数跌得还好 因为还有传单股跟全子股在撑 坚持全面性的拉回 所以盘中最多一度跌了261点 那目前录影时间是快要收盘 还差一分钟收盘 所以指数目前是跌220点 我们等等大概一分钟过后 看收盘的一个指数大概是多少 但很明显的今天的压力就大 压力就大 主要就是早上盘中就在传说 今天会有什么50个确诊 但12点多吧 指数中心的庄人翔就跳出来说 那是谣言 没有这件事情 所以盘中一度的稍微反弹 那卖压还是大 因为很多停准停力的卖压单子 都已经杀出来了 所以后来又杀到260点 尾盘再稍微拉起来 那这也说明就是市场的焦虑感 市场天是非常的明显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Delta的传染力 是比之前的阿发病毒要强的相当多 但我还是除了提醒大家说 大家一起做好防疫 保护好自己 保护好家人 保护好家里的小朋友之外 台湾人的公民素质 其实真的是很好 国外不要说什么 没有打疫苗 就已经很不爱戴口罩 那很多欧美的国家 打完疫苗之后 他们其实就已经解除了 口罩的禁令 或者自行的 就不太戴口罩 所以也就是说 他们少了一层防护 所以当Delta病毒在肆虐的时候 很快的确认人数就上去 但台湾人公民素质是真的好 而且非常的听话 所以即便是你看 我们都已经打过一剂的疫苗 上节目也是戴着口罩 走在路上还是乖乖戴 那学生在学校大部分都有戴 幼儿园当然你比较难控制 所以我要说的就是说 Delta病毒它虽然说 它传染力比较强 但这次发现的也比上一次来得早 更早期 然后大家也都戴紧口罩 而且这次陆陆续续也都 有蛮多人打了疫苗 当然虽然只有一剂 所以我认为这一波的疫情 要跟上次一样 失控到每天四五百例 我认为不太可能 应该是不可能 因为大家其实都很小心 口罩都不离声 所以又打疫苗如果再加上口罩的话 其实口罩的防护力可能又比疫苗更强 所以大家真的不用过度的 在金融市场的部分不要自己下自己 当然在防疫当然要做到最谨慎 但金融市场不要自己下自己 所以股市对于这样的消息 我认为反应个大概今天第二天 反应个两三天应该就差不多了 然后当市场又恢复平静 那钱还是没有地方去 他就会回来再去找年底有题材的股票 那你这段时间基本上你要买的就是说 你要买虫码比较好的 新的产品新的题材 就明年快来了 第四季年底 要找明年题材 才会有新的行情 所以最近行情不好 其实很多因素还是来自于就是说 因为现在进入到9月份 11月份最近入到圣诞节感恩节的出货的旺季 相关的电子业的营收的高峰 大概就落在大概11月份左右 所以大家忧虑的还有另外一层 就是除了疫情之外 大家忧虑说忘记快到顶了 然后尤其是IE设计股 经约代工厂价 但你客户的需求快到顶 所以你上游涨价 但是客户忘记快到顶了 你没有办法转价去给你的客户的话 比如说面板甚至在叠价 驱动IC它就是两面夹杀 你的供应商要涨你的价格 你的经约代工要涨价 但你的客户在结价要砍你的价格 你两面夹杀你的毛利率到底 现在毛利率反转往下 那个压力就大 那最近市场也在传说MCU MOSFET 二极体等等 甚至今天的感受医院CIS 似乎都已经有开始减少下单的险效 所以设计股最近就杀了奇云把水 所以在这个环节我要说的是 驱动IC压力确实大 但其他的IC目前在我看来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冲动 都没有太大冲动 但旺季快到底这是确认的 所以很多公司可能第四季 已经说就不会再往上 所以这边面选股 你就要非常的精准 而且不只是第四季不错 明天还要非常好 而且可能不但不受经约代工涨价 甚至还是受惠的属群 这个就会在这一波的疫情 造成的恐慌 杀个一天两天 明明明再震荡一天 然后之后市场回归平静之后 谁不受经约代工涨价 甚至是受惠的这些族群 又会上去 他就会上去 那比如说经约科 其实每天都蛮强势的 昨天早盘416 后来压回到399 其实就在400块上下 今天早上401 尾盘拉起来 392 小跌一块钱 其实这并不算什么跌 就是一个平盘 显示筹码高度稳定 因为8月份没有认的N1 9月份会认 所以可预期9月份 你会越往上跳 但是通常一笔N1的收入 他不会一个月全认 因为这个月认完了 下个月就没有 所以他会分几个月认 所以我们也不预期说 9月份领收会跳到多高 因为我们不知道 他要分多几个月去认这笔N1 但是确认会认 那我说重点不在于数字 重点是在于就是说 当这笔N1进来的时候 代表他的行政电脑的进度 又往前推进一大步 因为8月份台移电 把市产出来的处理器 交由客户去做测试 去run所谓的XP 那确认没有bug 后端就付费 这个东西我已经讲很久 所以当他付钱之后 代表就说 这前面的设计 产出跑得都顺 那就没有问题的话 后面又准备开光罩 那个量产的时程 除非后面还要再调整 还要再加什么新的功能 不然差不多就可以去推上后面什么时候量产 代表就进度有推进一大步 那这个对于ASC的产业来说 本来就是一个重大力多 因为行政电脑毕竟是现阶段 最大最大的案子 它可能一年的贡献度 就是超过20块钱以上 那另外还有POS系统 台达电之外 老板也说 现在正在洽谈的新案子非常多 因为 我飞成事件之后 虽然在台湾这一端经济科股价 一路的被打到剩下162块 再谈上来到484.5 但也因为这一次的事件 它在中国大陆知名度大开 大家都知道说 原来X86这个世界 这个领域里面 除了大家所知道的AMD跟Intel之外 原来台湾还有一家经济科会做 如果我没有需要像Intel AMD 那么高阶的 什么5nm 7nm的制程的 那种很棒的晶片的话 我要去美化 晶科就是一个最好的代表 很多订单就来 工业用的 伺服器用的 5G用的 行政电脑的都来 其中最瞩目的一块 是5G server的 这个新的案子 因为它的制程更先进 难度更高 未来可能要设计更久 所以当然想当然而 就是说你签约的金额更高 全力金的金额也会高很多 然后后面一旦量产 每一颗的处理器 它的单价更高 那利润就更高 所以一旦这个东西如果能拿下来的话 它将会超越行政电脑 成为明年贡献度更大的案子 所以再不含这一块 我估计明年EPS 30到60 但一旦加进来的话 那明年EPS将会再往上修 所以就说明年你说 IPS这一块产业 谁能赚这么多钱 目前除了金额科 我没有看到第二家 所以大盘天震成这个样子 股价不动如山 那我想股价就是最好的答案吧 我们就拭目以待 只要有任何一丁点的利多实现 新的案子进度进来 他从这个位置一发动 Maybe不到一个月就是一倍 Maybe 我认为有这个潜力 我们就拭目以待 另外一档IP股是M31 礼拜一买385掌停板 收盘400.5元 纯最高冲到421.5元 才跟着大盘掉下来 早上一度翻红到402尾盘 可惜就是大盘的卖压真的蛮重的 尾盘就掉下来收在374 那么在380块这边再做加码 尾盘收374块 目前加码部分暂时小亏 但就像我说的 其实你只要趁几点买 常常很快你就会大赚 不是当天就赚 或许过个两天之后 你就会发现说 你趁着跌去买趋势往上的股票 根本常都是大赚 我相信M31也不例外 因为8月份预收主任公告是8331万 比1到7月份大概6800 67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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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0100万 都来得高 所以8月份预收是创成今年的新高 那它是纯IP股跟力旺一样 每个月的管销费用什么成本都差不多 所以只要云收往上跳 股本又小时候3.1亿 获利增加很快 所以我估计单月份的获利 大概就来到0.94 大概快接近一块钱 单月份获利 8月份就赚大概0.94 然后它的5nm 7nm的IP 其实早就已经开发完毕了 只是说上半年客户都用旧的IP 旧的产品 所以对于它新的IP 使用量就是一直都没有上来 但进入下半年 客户现在要开的案子都是新的 都5nm的新的案子 客户积极开案 所以纯IP股就开始进来 所以我们估计9月份 就会挑战1亿 上次超过1亿是在去年12月份的1.26 去年11月份是9400万 我们估计今年8月份 就会再占到1亿之上 那之后单月份获利就是都是1块以上 都是1块以上 而且年底前还有一笔非常重要的 就是Quotecom 它会用它的5nm 7nm的新IP 那这一笔权利金 我认为应该相当值得期待 值得期待 所以一旦这笔入账的话 第四季的营收跟获利会是今年的最高 而且像我说的 它每个月管稍费用 IP股就是差不多固定的 省力平衡点差不多都固定 所以只要超过后面多出来的营收 因为毛利率是100% 那都给谈 所以如果说今年的营收 要比去年成长两成的话 后面第四季的获利会整个大爆炸上来 另外它也是台湾IP股里面 USB的相关IP最完整的 它的USB4.0跟5.0 它已经领先通过台积电的认证 这是货增价值的高速传输的IP股 台积电的认证都拿到 明年高速传输是一块新的 那客户都没有库存 所以也没有所谓的库存过高 砍单砍价格的问题都没有 所以这一块 它是货增价值的高速传输干凌 然后他们IP公司的收入 今天我是客户是台积电跟三星 台积电三星用我的IP 那比如说高通下单给三星 或者下单给台积电 用到我的IP 那台积电跟三星 台积电跟高通所收入的营收里面 就会有一定的趴数 要付给IP提供公司 比如说力旺或者是M3E 它是抽台积电的营收的固定趴数 是这样算的 所以让台积电涨价两成 或者三星也跟着涨价十几二十% 所以后端的IP公司 收入就跟着增加 就等于是跟着涨价 所以它收入又随机员单工涨价 如果今年营收要成长两成 最保守估计 获利假设只成长两成 只有12到13块 因为去年的获利是10.34 但实际上 如果营收真的成长两成 那就不止 因为它如果后面都发生在8月9月 10 11 12月这几个月 集中路上的话 因为超过水平点太多 最乐观的版本有可能赚到16块 16块 而且我要强调的是 它的5奈米跟7奈米的客户 已经积极在开案 在使用这个IP 那力旺目前主要的IP 都是10奈米 14奈米 所以就先进制程的推进 其实M31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但力旺 今天最高股价是1770元 上半年赚的真的比较多 7.2 今年给你乘以24块 加下半年可能会多 再加上金元代工厂涨价的效应 我给你抓16块 M31下半年追上来 最乐观也有16块 如果说两个获利差不多 都是纯IP股 而且金元代工厂涨价 它都是受惠者 获利如果差不多 一个1770元 快1800了 那M31现在连400块都还没有 四分之一都不到 所以我就说这存在一个非常巨大的比较工具 而且重点是它的9月份 跟第四季的获利将会一路往上 所以当IC设计股 我受到两面夹杀 一来旺季快过 二来金元代工涨价 你可能很难去分辨 法人目前分辨不出来 说哪一些可以转价 哪一些不能转价 哪一些毛利率会到底 哪一些不受影响 我认为IP这个族群会成为设计股逃算出来的资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避风港 比如说力旺创新高之外 今天3661的四星 股价最高来到818逆势往上涨 也是逆势再创新高 因为这一组 他们相对来说 比较不受所谓的景气的影响 而且他们的报价 通常都是随着金元代工的报价一起动 所以它会成为设计类股的这一波 资金外逃的一个避风港 所以IP股的部分 M3跟经济科 我认为后面的爆发力都会非常非常大 当然就是说到年底 你要买的都是明年新的题材 比如电动车也是我一直强调 是明年的全新主流 也是年底的做梦股 电子材料的部分 中华化礼拜五买21块半 当天收涨停22.95 然后礼拜一再涨停买25块2 礼拜二再创拉尾盘 创新高26块4 早上最多涨8.6%来到27块7 逆势再创新高 我们就顺势在27块附近 全数大赚出钱 因为大盘今天跌了 最后跌200 收盘没有跌那么多 刚刚看一下收盘是跌158点 盘中最多跌261点 电关之前的通家一样 就是说当它逆势大涨的时候 赚了超过三成 就先卖一趟 卖完之后又打回其张跌 这个又不是一次全新的买点 所以逆势创高 走一趟转进新的股票 未来拉回再买 下一档股票我们再赚一波 就是这样子 一直轮动的操作 所以买21块半到最高27块7 四天大赚6块2 赚了28.8% 几乎三成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 全数顺利获利出清 大转进三成 转进下一档 转进下一档 下一档我认为 比如说M31 后面爆发力就很大 所以一度的今天跌260点 但尾盘毕竟就拉起来了 代表这个恐慌 可能在昨天跟今天 应该已经反应的大概八九成 明天或许搞不好就要开始反弹 因为我就说台湾人公民素质好 打过疫苗都戴口罩 这个疫情的扩散 一定不会如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 但股市都反应的会比较快 比较剧烈一点 反应完之后它就会回到正轨 所以大家就是趁着这个机会调整一下持股 只要你跟我一样坚持买的是金银股 这些股票都有最好的毛利率 EPS 成长性 市占率 短线震荡难免 但未来这些股票总是会有最好的条件 很快的涨回去 所以欢迎大家都来加入我的LINE的官方账号 搜寻小鼠STARMASTER 加入之后每天盘中大概11点左右 我就会把今天的看法盘中写成文章 PO给大家给大家做参考 对它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然后所有加入的新的朋友 只要留言郑老师最棒 都可以领取九月标股券 可以凭九月标股券 跟郑老师领取未来要买的最新一档标股 把握机会吧 当然如果说你不晓得该怎么调整 怎么操作 怎么换股 停损停利 有任何问题都欢迎留言给我 赶快来加入我的LINE官方账号 等会儿我们再来有其他股票 欢迎回到现场 今天因为大家忧虑疫情开始 因为Delta的入侵社区所以变得严重 盘中一度最多跌261点 尾盘拉起来收跌158点 拉了一个下影线 但是可以说几乎只有少数股票可以有撑 大部分股票都是无差别式的下跌 即便是像金元代工的世界先进 今天股价快要差一点打到顶顶板 然后最为强势的联电今天也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拉回 前两天反弹的行股今天也是很多都掉下来了 所以无差别的下跌 其实大家都差不多 但是反应个两天 我认为反应个可能在第三天反应完毕之后 营收创高的毛利率往上的 明年有新的题材股票 终究还是要上去 所以大家就是忍耐这两天 应该后面就会变得轻松 而且该涨的还是要涨上去 1727的中华化 有电池材料 股价创新高 初清拉回 后面有机会再买 高低点差很多 收盘说239 我们卖在27块以上 又是一个完美的初清 另外一档 低价中文标股是五开头的 礼拜五逆市涨 礼拜一逆市涨 礼拜二又逆市小涨 今天也逆市不跌 这个非常的厉害 现在分卖交易 分卖交易出来之后 我认为就要大涨 因为电池材料拿下 韩系大厂五年的厂单 车用的领域是这样子 三年不开张 一开张可能吃五年八年跟十年 所以这个第四季要量产 明年会大爆发 所以这个就等着 关出来之后 我认为会有一个大行 就跟仲豪化一样 南面还有一个主流是SIC 汉磊今天也回撤到季线 这边我认为差不多 没有什么利空也回撤季线 就被大盘带下来 后面就会再涨回去 9月份出高压MOSFET 第四季要出SIC的晶片 毛利率上看25到30% 毛利率有机会翻倍的公司 股价回来不会太深 欢迎大家都来加入 郑老师的LINE官方账号 搜紧小小鼠SUMESTER 加入之后并且留言郑老师 最棒就可以领取九月标股券 凭着标股券来跟我领取 未来要布局的最新一档标股 这边要买的都是明年的新题材 全新的做梦标股 赶快加入来领取九月标股 标股券祝大家超顺利 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